什么是星云大师的舍利子 有白色的也有彩色的 佛观商的开商中长星云大师 在2月5日远近了 这个对佛教信徒来说相当的可惜 他不但留下了许多的大智慧 而且还留下了属不清的舍利子 2月13号 星云大师在台湾台南的大仙寺 进行了圆寂土皮大典 也就是俗话说的火葬 在弟子们整理灵谷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有许多 长白光滑圆论的圆形结晶 也就是舍利子 那到底什么是舍利子呢 我相信很多人在电视剧上都有看过 但你见过真的舍利子吗 我相信普通的我们 应该都不会留下什么舍利子吧 但是在佛门高深 圆寂之后都会留下舍利子 功德越高的高深 留下的舍利子也就会越多 在佛门的意义上来讲 有崇高的价值 所以他们也会被保存在 世界各地的佛寺 舍利子分为 骨舍利、肉舍利、或者是法舍利 通常我们所知的都是骨舍利 白色的舍利子属于骨骼的 黑色的舍利子属于头发的 红色的舍利子是属于肌肉的 而且也有五彩斑斓的舍利子 而它是原地之后 所留下的舍利子 是集结了以上所有 我们从科学的角度上来看 现代的一些学者会认为 所谓的舍利子 是因为我们体内有一些结石而所造成的 比如像是肾结石、胆结石等等 任何的结石都是从医学角度上出发来说的 有另外一位人说是因为我们长期吃素有关 更有人认为是火化的技术有关 有科学家认为如果我们在火化的时候 温度控制在600到1600摄氏度之间 骨骼内的碳酸钙就会有机会和人体 生前摄取的多种眼泪所结合 烧出来的结晶就称之为舍利子 所以对于舍利子的来源是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的 以上的解释你们更相信哪一种呢?